40年代 Switch 瑞士的手表是世界上No.1的 No.1 in the world 没有人跟他斗的 大到没有人跟他斗 真的真的到处你看到都是瑞士的手表 每个人要就叫瑞士的手表的 因为他真的是有quality 他真的出名 他的手表是最好最耐 但是呢 进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开始呢人家开始去发明电子化的手表 Digital的手表 尤其在70年代更加的流行开始 70年代流行 80年代就开始普遍化了的 80年代 因为80年代我在用Digital手表的 在那个时代 Digital watch开始出来 这个人发明了Digital watch 拿去给最瑞士的这个手表 因为他是最大 跟他说 我有一个这样的手表 因为你是最大 所以我想把这个idea给你 瑞士手表呢 因为世界上最大人就这样骄傲嘛 我不需要你什么电子 不需要你什么电子手表 我们的手表是世界第一 没有人可以发的 这个人哦 这个人转手 OK 把他的发明拿去给日本人 哈哈 拿去给日本人 BANG 日本人就做了Digital watch 一打出来啊 整个世界所有瑞士的手表 马上没有生意做到 整个瑞士的手表 到处的工厂马上提供人 因为没有生意 历史告诉你哦 不改变的后果就是这样 这个又是一个历史 世界上最出名的汽车当时 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最出名的汽车 1908年 当时 刚刚发明汽车 所以那Model T呢 是最最出名的 没有人给他发的 他的工程师 Footer的工程师 帮他设计了一台新的 你看蓝色 看到中间蓝色 跟右边黑色的吗 看到吗 中间跟右边那两辆 他的工程师 帮他发明了比他更好的 引擎比较好的 比较有力的 马力比较大的 车身也比较美的 你看最左边那个 最左边那个就是Model T 很老土对吗 他的工程师设计比较新狂的 给他比较好的 好心设计送给老板 老板把他的设计打到扁掉 拿铁棍拔到 整样子打到碎掉 然后跟他讲 谁需要你的发明 我的Model T才是世界上那么旺 所以要听 历史告诉我们 骄傲制大的人都是死的 不要改变了 结果Villian Knudsen 把他的发明 拿去General Motors 给General Motors General Motors 就生产他的发明 结果什么事发生呢 Footer的Fort的那个 生意马上跌到不清不楚 因为没有人在买Model T 谁还要买那老古董 对吧 生意跌到不清不楚 历史一直告诉我们 许多人您用死都不容易改变 Many choose to die Rather than choose to change 这个是世事 很多人您用死都不改变 Your life will only change When your thinking change 你的思想改变 生活才改变 Dr. William James 是世界上 No.1的心理学家 人家称他为 The Father of Psychologists 人家称他为 The Father of Psychologists 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将来直接解析的话 就是呢 心理学家当中的心理学家 就是最厉害的心理学家 他讲一句话 Dr. William James The greatest discovery in my generation 他说在他的时代最大的发现 The greatest discovery in my generation 在他的时代最大的发现 is this 就是这个 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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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Human beings can author their life 他说人类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怎么样呢 通过改变他思想的态度 Dr. William James 直接聊到世界 那么忘心 你谁才告诉你这个 他做了结论 所以只有改变 思想观念正确 一切都会一定正确 啊 那我跟你讲了历史率嘛 我跟你讲 工业 工业 这个世界一直在变 对吗 整个世界在变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工业1.0 从工业1.0 到现在的工业4.0 现在是Industry 4.0 但是很多人 还是不要改 你不能再停在工业3.0的状态 很多人停在那个状态不能的 你不能停在工业2.0的状态行不通了 因为现在进到 智慧化的一个时代 工业4.0是大数据 和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的时代 全部东西都改变了 你不要改变你就等死了 因为整个世界都会变化 所以呢 因照这样的人的生活 人的生活的一直在改变的吗 人的生活方式不再跟以前一样 以前你用的 以前你用的电话是按button的 现在全部大screen的 现在是smartphone 对吗 所以人的生活不一样 以前的人呢 出去啊 要带一个camera 要带一个电话 要带很多电脑 现在来出门带一个手机 手机也是电脑 手机又是电话 手机又是那个camera 手机又可以email 什么都可以对吗 一个手机对吗 人的生活已经变了 整个世界都在变 人的生活不再一样 因为一切都在变 这个故事就很清楚了 告诉我们这一个东西 乌鸦喝水 现在的整个世界的趋势跟竞争是怎么样的 看 就像乌鸦喝水 他说有一只乌鸦 经过了长年乌鸦的摸索 终于琢磨出丢尸子的方法 尸子丢丢丢的水就涨上 有水汗了对不对 从此他就很容易喝到水了 很顺畅的喝到水 并且他经常被人夸张 哇厉害 哇你这个方法很好 哇你这个招数很好 方法还被人写到教科书里去 哇塞这样厉害 就好像很多人 曾经你做的东西 看起来很荣耀 看起来很好 哇很多人称赞你 很沉浸 看他 然而富郎有一天 飞来了另外一群乌鸦 这群乌鸦 人家根本都不用闲 赤子来丢 但是每一个嘴巴带着一个 吸管 喝水用吸管 他们只要吸管放在就可以喝水了 不用丢尸头了 明白这个故事吗 明白吗 你一直老套重复 你以前的做法很好 你以为你很好 你还是到现在以为很好 对不起哦 对不起就像乌鸦丢尸头 哇很厉害 已经过时了懂吗 听清楚哦 听清楚哦 你曾经做的很荣耀东西 已经过时了 行不通了 行不通了吧 我告诉你 我知道 我的CTX做到真的轰动 我去到哪里 每一个顾客都会讲 他说怎么这么厉害 这个人 刚刚出来两年弄到这样子 我知道 我顾客各个都跟我讲这样的话 但是因为我没有改 听啊 我没有改变 那个时候开始 崛起废书的广告啊 什么开始起了 这些东西 我不改变 我还是跑为那一套 那一本书 结果我死的很惨 我到一天 那个跟我很熟的老板 跟我很好 已经成为朋友 不太幸福了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的 一天晚上 我在办公室跟他 跟他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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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 跟你这么熟就算 我直接跟你讲了 我跟你讲 你的CTX是死定了 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讲了 然后他就给我分析 他给我看 他给我看他用email marketing 当时他用email marketing 几年前 他说你看我用email 我都不用打你这个广告 你看到我的order吗 他的order几百千哦 我用email办法的 我打google广告 他放给我看 然后从那一点 我就想失落 我太固执了 我太固执了 我不改 所以CTX给我弄死掉 我承认了 我敢承认了 很多人不敢承认了 很多我承认了 CTX给我弄死掉 我这个人我自己信起来 我自己把他弄死掉 因为我太固执 我太固执 我不要改 死掉 时代在变 如果你要像那个旧的那只乌鸦 丢尸头 你可以继续丢你的尸头 你可以继续丢 你的方法已经不管用 已经心不通了 因为时代在变 人的思想变 人的生活在变 你再不改变跟你讲 你就等死的 我直接告诉你了 我不想跟你讲 很好听的话来骗你 他说 金文法王练了16年的武功 被杨过一招就打败 16年的武功 但是人家出了新的招数 你还是老套心不同的 It won't work in no Hello It won't work 看他这个 熟悉这个品牌吗 多少个认识这个品牌了 很出名的 他可以说是啊 Top of the top 在70年代 人家要买就是找Nikon 我在那边 要买CAMARA 他们就Nikon Nikon Nikon 没有别的就是Nikon 你问谁都是Nikon 你看到他可以出名到这个地步 很出名的数码相机品牌 Nikon 关闭了他在中国的工厂 为什么 给出的理由是 智能手机的崛起 清障了 原本属于数码 数码相机的市场 按照传统的商业逻辑 Nikon 最多被Sony 或者是其他的跟他类似的品牌打倒 对吗 但是不是 不是 没有想到打倒他居然是另一个行业的 智能手机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商业模式在变 全部东西在变 你还不要变吗 所以Nikon怎么样 被智能手机打倒掉 没有玩 还没有玩 看看 这个熟悉吗 熟悉吗 曾经哦 曾经你要拍照 你跑不掉的了 你一定要买Codex 因为他是最出名的 每次把照相机的店买一下 所以Codex很出名 世界上曾经有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 名叫Codex 在1991年的时候 他的技术领先世界10年了 他的技术领先世界10年了 他的技术领先世界10年 但是2012年破产 为什么 因为当Digital一开始 他就完全破产 没有人在用Flame了的 全部人用手机拍照 如果当时 他会开始思考 看到世界在变 他会开始思考 转型的话呢 他可能就不会死掉 但是因为他不转型 死得很长 世界500强公司听啊 而且是领先科技10年的 都是垮 都是垮 我讲到这边啊 如果任何一个人还不要改 还是要 还是要死抓那个June的做法 我真的没有话跟你讲了 我只能跟你讲 你自己抗中 你自己抗出棒 OK 上帝祝福你了 Sony Sony还在沉浸在数码 领先的喜悦当中 不然间 发现原来 全世界拍照相机 卖的最好的不是他 而是做 Nokia的 Look at that 因为每一部手机 都是一个照相机 所以呢 Sony就大大的损失 你看到吗 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 还没有完 然后呢 手机可以拍照片 对不对 然后呢 用来做电脑的苹果出来了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touch screen Wallaway 对吗 总不用button 用touch screen对吗 touch screen的智能手机 把手机世界的老大Nokia 把它干掉 而且还 还没有防守之力 2013年9月 Nokia 被尾网收购掉 你看了 Hello 看这里啊 你们看了这么多真实的 真实的情况 你看到什么 你学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学到什么 What have you learnt out of this 从Nikon 到Kodak 到Sony 到Apple 你学到什么东西 这四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东西 不改变 你的行业肯定被打垮的 不要开玩笑啊 真的是不开玩笑 那些啊 还不要去学online的人啊 麻烦你啊 再固执下去啊 再固执下去啊 你就会像那乌鸦被淘汰掉 看啊接下来一张图片啊 我讲了几个 我讲Nikon 然后我讲了Kodak 然后我讲了Sony 然后我讲了Apple 看这一张啊 看啊不要miss啊 看这一张啊 不要miss啊 事情还没完 你看啊 我做我的功课 我找很多资料来帮助你们 我要帮助你们看见 为什么你要改变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找资料 事情还没有完哦 我看不过 那些啊 就多会碰到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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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 我打坐 好 好 还很 Ar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